这是一个古老的神秘的财富 人们曾为他疯狂出价 一车三百万给你打回来了 一车人生一拉三百万 短信来了 进来三百万开始差零 那才是这个重转身 疯狂过后 如今却成了养殖户的赔钱货 今天那个价格 感觉说快大萝卜价 但我们的主人公却能在逆境中 让原本的赔钱货逆时赚钱 从改变的话不能做墙做大 虽然是产量什么都受影响 但是这个我们必须走下去的路 它的诀窍在哪里呢 支付牛人精彩呈现 要想富 支付牛人来帮助 大家好 我是叶剑 人参的价格在大家心目当中 应该是一个字 贵 可是在吉林省有一个地方 却出现了人参价格不好的情况 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10月中旬 在吉林省浑春市 这个叫金钟哲的人带领记者 来到长白山渔迈的密林里 寻找一种山里的珍稀财富 一直以来 这种珍稀财富的传奇故事特别多 吉林省这个东西很神奇的东西 它有时候你挖着它 对 你看它底下 对 三个头 有时候就没有了 你在这个地方发现野山深了 可能你一转身 就野山深就不见了 可能就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 人参 东北著名的三宝之一 特别是野山深的价格一直很高 在浑春市 金钟哲一直是收购人参的大户 也是行业里的领跑者 像这样的人参 就是在广东的地区 卖个三万一点都稀奇 正常价值就是三万 野山深稀少 能够吃到的人更少 大多数普通人日常消费的 都是这种人工种植的人参 也叫做原参 吉林省的人参产出量 占到全国人参总量的80%左右 浑春是吉林省主要的人参产区之一 可今年这里的农户 却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行情 山整的西兰剑吗 怎么西兰剑了 今天它删了块钱 今天主要都下山里 原样下山西兰剑 今天那个价格 感觉说快 真感觉说快大落不见 就在去年 人工种植的人参行情 还完全不是这样 当时很多农户都是靠种植人参 赚得盆满钵满 以前正赚钱 货货的话值多少钱 应该100万左右吧 一车300万给你打回来了 一车人参一拉300万 短期来了 进来300万开始差零 那才是这个种人参 就在去年 一斤原参还能卖到70多元钱 一亩地产值至少能到七八万元 从70元一斤跌到30多元一斤 几乎拦腰折断 一年时间 人参种植市场究竟发生了什么 市场陡然滑坡 让很多种植户愁眉不展 可人群中的金钟哲却成为了一个特例 金钟哲说 自己的人参能卖到60元一斤 可告诉一些商贩和种植户后 大家的法医都是不信 你能收过60一斤 没有 你觉得有可能 不可能 那么多人的人身都卖不上价 金钟哲怎么还能维持着好年头的价格 一斤卖60元钱 他在意识里找到了什么商机呢 我是爱折腾的人 就像折腾人身一样 我的一生也是折腾的人身 折腾成了金钟哲众人身的关键词 人爱折腾能赚钱 可金钟哲又是怎么折腾人身 让他每次都比别人多赚钱 一年卖出2000多万的呢 他就是有一种反差的那种可爱 这什么舞啊 不够呀 他会那个边跳舞边走路 跟他一起走的时候 他那个样子的话 会觉得很尴尬 很害羞啊什么的 但是他不会介意 他就是洒脱自己怎么开心的话 就会有着自己的性子会这么来 金钟哲是朝鲜族 大伙都爱管他叫老金 平日里老金能耳善武 事业上却很能折腾 2009年年初 老金折腾的第一件事 就把大家都看懵了 这好像都是好的呀 是 把羊子拿掉 就得挖出来 挖出来 挖出来它还能活吗 这玩意越折腾越值钱 越折腾越值钱 你看到吗 到时候虽然费点钱 但是越折腾越值钱 老金说 这么一折腾 能让200亩地多赚500多万元 可老金把人参苗 全从地里翻了出来 连头上的叶子也都被拔掉了 人参很娇贵 出土就难活 别说这样挖出来 就是种在地里 只要种不好 人参都会坏掉 这不烂的还剩个头的吗 它本来很大 对 它很大了 现在就是整个身体没了 身体已经没了 对 已经烂到这个程度了 就只剩在上面那个炉头 炉头 对 这个就相当于烂了 就什么都找不到 什么都找不到 中国人参的人都知道 人参这玩意儿很怪 不到最后刨开的那一刻 人参到底还在不在地里都不好说 别说赚钱 几年的心血 可能连一张人参皮都找不到 它就像 像老金这样 把人参给挖出来 当地没几个人敢这么干 那时候 人参一斤最少卖七十元钱 种植四年 一亩地能产出七八万元 当时 老金在山上包了两百多亩地 如果折腾坏了 相当于一千六百多万 打了水漂 那还怕什么事不干的话 那葛家待着的话 这什么都最有保险 是不是 老怕还是热汗头吗 是吧 什么都不干 挺好的 但你既然想干了 那就得冒点风险了 把人参挖出来 还只是老金折腾人参的第一步 随后他做了一件 更让大伙捏把汗的事情 他要给人参整形 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老金自己心里也没底 你修建一下子 人参本身就受伤了 就像人一样 胳膊腿掉没了 它在流鲜血呢 是吧 人参也是从那个伤口里边 流出原液 这样的营养也 从那边开始发炎 一发炎了 当然就烂了 一烂就整个身体全烂没了 老金看起来很冒险 却不是蛮干 他先后到技术先进的 吉安市 学习修建人参的技术 摸索出一套 给人参包扎治疗的方法 可一连串折磨后 老金又把人参重新放回土里 人参被折磨这一趟 损耗率达到50% 冒这么大风险 老金到底屠啥呢 原来老金打听到 原参想要卖价高 就要个头大 年份长 人参是这样的 这个年头不一样 价格不一样 大小不一样 价格不一样 标准身 你看特别有两个土 就只有两只脚 就叫做人参 要是满山的话 那就只剩了 人工栽种的原参 一直在地里长 四年后就不长个了 再怎么种也就那么大 一斤最多卖70多元钱 可在离浑村不远的吉安市 那边的原参修剪后 能长到五年以上 这种方法种出来的原参 叫边条参 身长四指 没有多余的毛续 老金的这顿折腾 就是要挑战原参的生长极限 就算同样20斤 它这个是400块钱 那你有2400和400的差距 就这个问题 但是有可能400都没了 那有可能 那你要害怕就 你就好好摘吧 但是呢 你等大的钱是有可能就 没有跟你没关系了 这一顿折腾后 一斤人参可以卖到200元 这一般 一般就 逃出损耗 一亩地就能多赚三万多元 受折磨的人参 价格能翻三倍 即使有这么大的诱惑 当地很多人 还是不敢干 必须改变 没有这种改变的话 不能做强做大 虽然是产量呢 什么都受影响 但是呢 这是我们必须 走下去的路 2015年9月 经过精心的管理 老金的鞭条身赏势了 这一折腾 他可没少赚钱 赚了一千来万吧 赚的 净赚 净赚一千来万 200多亩地净赚一千多万元 比别人多赚六百多万 第一次折腾人参 就赚到了钱 老金一想 还得折腾 很快 他又想出了一个 折腾人参的办法 这一招更狠 也更赚钱 让一斤普通人参的价值 翻了十多倍 卖到一千多元一斤 你这不是有三条吗 这从来没见过 这是怪了吗 不是 这是一个黑绳 实际上是红绳的一种 绳叫紫红绳 韩国人叫黑绳 黑色的黑绳 它其实只是工艺 加工工艺不一样 对 市面上加工人参都是红绳 老金弄出一个黑色的人参 已经能卖到一千多元 老金说 黑绳想要卖架高 就得使劲折腾它 通过酒蒸酒塞里边 它有个发酵的过程 韩国对黑绳的民众的认识程度很高 就是说专门有人来找我们 要 九次蒸煮 九次亮晒后 人参不仅要个头能保证 还要身须不能断 这是老金在韩国学习的一种加工技术 十斤新鲜人参才能出一斤黑绳 加工后 一斤黑绳的零售价格能达到一千多元 折腾完黑绳 老金还有一个高招 甚至让有的人参一根价格就涨十多倍 这像夫妻一样 这个像夫妻一样 这个稍微小点大点大酒 一看 这两个人身在互相对面瞅着搂抱着 你要是说我要加工呢 这样稀奇古怪的东西呢 根本就我们加工不了 这怎么加工也是轮廓 这一些造型各异的人生 不好加工 很多收购商都不要 可老金把这些人参捡了回来 本来几十元钱一斤都没人要的怪兴人参 在老金这里 只靠简单的一招就价值分贝 甚至论个卖 有的人参一根就能达到两千元钱 这是九千三 平均里面这两只的两千多块钱 那是那两千多你不一定能买上的 是吗 幸好 普通加工几十元钱一斤都没人肯要的怪兴人参 老金通过挑战和泡酒后 专门卖给喜欢收藏的客户 用来泡酒喝或者观赏用 造型好的 一根能卖到一百元到两千元 老金越折腾 他的人参就越好赚钱 2012年9月老金前往韩国学习人参加工技术后 投资八百多万建成加工厂 变着法儿折腾人身把人参附加值提高了百分之五十 一年还能多赚五百多万元 可这几次韩国之旅下来老金变得古怪 2012年年底大伙发现老金开始在山下流转农田地 种植人身都是在山上 老金跑到山下流转农田地 让人摸不着头脑 老金这次又在折腾什么 大伙到老金地里一看 都说这次他可是折腾上大事了 大田地种田 种生败 太难种了 因为它风险太大 像不像林地一般的什么菌少 我像那大田地菌太多 都种过农作物 所以说农民种这个风险才大 大伙说得这么激动 老金这是又折腾出啥了呢 外行看来 就是老金要把山上种植的原生 改到农田里种这么简单 可在行业内 这是一件很多人想都不敢想的事 在老金之前 已经有不少人失败了 还赔了钱 就是老金自己说起来 心里也没有多大把握 林地种生吧 技术含量要求相对低点 农田人生就不一样了 农田人生呢 把土吧改良成这个山上 这样土子的标准 难多了难多了 既然在山下 种人生这么费劲 老金干嘛非要死磕呢 大伙都在山上种人参 老金在山里种人参也赚着钱了 却偏要折腾 外人看来 这一次老金真是没事找事 其实这次折腾的背后 是老金在韩国 发现了一个行业的危机 正在逼近 韩国考察以后呢 韩国都在水天地里边 种人参 没见过 水天地 旁边这个是人参 这边呢 水稻 就是很稀奇啊 怎么能长起来 我们就在山上长 还得烙的 都死的 烧苗的 这个是怎么整的呢 上山种人工栽培的人参 得先把树砍光 一眼看去 一大片山林光秃秃 法林种人参的这种方式 对山林破坏很大 导致水土流失 老金一看 种人参比较领先的韩国 早就不在山上种人参了 他心里犯嘀咕 回家一了解政策 更着急了 感觉到这个人参的指标呢 山上法林人参指标越来越少 我马上意识到了 有可能这个指标是以后就 确实这个法林在山吧 对环境污染 水土流失的特别严重 我心赶紧想办法 这是一定要走农田的 这次老金要折腾的农田人参 和之前两次的折腾 完全不是一个级别 没有多少经验可以借鉴 搞不好可不是赔一年前的事 是要赔掉七年的钱 一个环境没做好 都全工精气了 是吧 所以你得必须得 跟别的种植 别的植物不一样 它是那个 稀罗糊涂干一年就行了 今年不收成 明年再收 这个是几年五六年 才收一个成 你还稀罗糊涂的话 那不完了吗 农田种人参 首先要用两年来改良土壤 改良成功了 才能谈种植 能不能成功的问题 一亩地的成本高达五万多元 一百亩地七年下来 至少投入五百多万 这条路不好走 别人都在林地里栽人参 农田人参也不是 非走不可的路 而老金却认定了 2012年年底开始 在别人的非议中 老金陆续流转一百亩地 试验种植农田人参 不能光看今年的利益 看五年以后 会是社会有什么变化 是吧 我们什么时候呢 都得有个 对未来的一个规划 和未来的预判 这么大的小股 很多人都没有老金 这样的打算 但是2015年 在当地 已经出现了一些苗头 2015年之后呢 就是我们这个 吉林省就全面停止了 这个人参 就是森林采发 就是森林指标 这个波幅 到了2018年 当地进一步提出要求 国家计划外的森林人参 全面下山 这意味着 个人以后不能在山上 砍树种植原参 一时间 市场上的人参多了 价格急转直下 它哪不好呢 去年70元一斤的新人参 卖到30多元一斤 价格砍了一半 是吧 不管咱们这别地方 各个地方的身都全部下山 你说广站这地方 这一点 那什么 那些地方 价不住 地方多呀 都下山 就价格就上不来了 结束了 我不种了 你就退出了 我要说 今年再种的话 就得发展大田地了 在四年以后 不看好 我就心 不想住 没有上金总这么远见 现在来年 你就可以出钱了 我们要在四年以后 可注意点 面临价格拦腰折断 有终植户 直接退出了市场 老金六年前的规划 却成了现实 他的农田人生 经过六年的试验和摸索 已经集出了果实 将近五十万斤水 一百多块钱 一百五十块钱一斤 你自己算吧 就是六千多万 那我们还想奔七千万呢 一点不把下 六年时间 老金陆续追加到 两百多亩农田人生 明年人生就可以上市销售了 大伙都佩服老金 可老金还来不及高兴 2018年9月 人生价格掉到一斤三十元钱 相当于砍了一半多 老金山上 还有三十多万斤的人生 如果低价 意味着损失近千万元 这次 他还能靠折腾破局吗 其实这样的 有可能外人看来 那样吧 都别 吵着别人 都很幸福 突然一看 他怎么 这么富了呢 他那三场 怎么支钱了呢 他人生怎么卖了呢 他不是说 突然一夜之间 那个报复的 老金的人生 在市场行情 这么差的情况下 卖到六十元一斤 高出市场价一倍 逆市赚钱的秘密 还得靠老金的老办法 折腾人参 折腾自己 这种人参粉片 是老金今年第一次加工 今年 一斤鲜人参能卖到 六十元钱一斤的秘密 就在这里 提前预判的问题 你不提前预判 你怎么办 假的说 还跟他别人一样那样 就是找东西嘛 是不是 今年三月刚过完春节 老金就预感到 人参市场行情不妙 人参怎么卖 老金决定先出去看看 全国一跑 老金发现 人参产品 还是保健品销售公司 卖得多 一个月就够了 一盒产品用料 一盒产品用料 也就一斤人参 零售价达到200元钱 到400元钱之间 老金有自己的加工厂 照样也能生产 2018年3月 老金早早和山东一家公司 达成协议 老金按照对方要求 加工方便食用的人参纯粉片 对方按照一斤60元钱的价格 收购先人参 今年深的行情 可能是往下走 但是我们这么早下了订单 所以说 既然已经下了这订单 我们就得按这个价格去走 到秋天卖的时候 你跟他们打招呼 他们没做事这样准备 那怎么给你卖 提前预判 让老金躲过了今年的险情 可眼下人身行业波动巨大 明年会怎样 谁也不知道 面对行业转型 老金说 不管怎样 他对未来还是充满希望 这副讲门道 牛人有诀窍 在节目当中 其实我们能够看出 主人公的大胆折腾只是表象 而大胆的背后 都是他认真分析 深思熟虑的选择 好的 感谢收看 今天的致富牛人 下期同一时间 我们再见 再见 谢谢